在律師及立法委員林楚英陪同下 民進黨金融市長候選人蔡世英 到金融地方法院案鈴告發競選對手 涉嫌洗錢及掏空 希望司法調查清楚 給市民一個真相 在今年7月份 北檢的起訴書寫得非常清楚 他參與了德性證券的掏空洗錢案 到目前為止他自己說不清楚講不明白 所以我想金融人都很關心這個議題 全國人民都很關心這個議題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來到這個地方 來就這件事情 希望有法律的程序 來能夠讓他釐清正向 我們也呼籲 謝國良謝先生 侵占了德性證券一億多的 這樣的現金 應該要返還 應該要返還 陪同的立法委林楚英也認為 要參選市長的人 不應該連公葬私葬都分不清楚 也不願意向大眾說明 最重要的是選一個金融市的市長 未來大家要如何來信任你 你無法交代清楚你過去在公司行號當監的 這些所謂的你個人的司葬跟公司葬 那接下來如果你成為金融市市長之後 我們還有所謂的公庫 那公庫還有公司庫 還有你的個人金庫 這三者之間民眾要如何相信 所以我們選擇希望透過一個法律程序 把這些事情通通的一一來做還原 因為謝國良先生你不願意回應的 那我們只好請司法來做調查跟了解 而在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蔣萬安宣布請辭立委後 同樣據立委身份的民進黨金融市長候選蔡世英是否會跟進 蔡世英也做出回應 強調在每個崗位上都全力以赴 不會辜負市民的期待 我們真的是很認真的一直在做相關的工作 就如同在上個禮拜 國道高速公路山崩的事情 適應在這過程當中協調了各個單位 我還把競選的相關活動都停下來 就是認為這個是應該是一個立法委員 該要為我們基隆市民相親 來做服務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在我們的選戰自己的節奏 我們會照我們的選戰流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但是不論我在哪個位置上面 我都會扮演好那個位置的工作 那請我的對手謝國良謝謝 真的不用太擔心